说求你 但是 这个上面讲的菩萨多 就你们在家的 在家都是菩萨 行大乘道的 行大乘道的 那你就 每位道友 你把你在这十天所学的 能够把你这十天所学的 介绍给别人 介绍的魅学的 你就是菩萨呀 把你所知所学 帮助别的道友 他没进入的 你就在行菩萨当 说我不想 我也不会说 也讲不出来 帮助人不行 帮助出身可以吗 见着蚂蚁 马牛羊鸡选寺 乃至狗 你见什么 接着给他说个三规 不要大声武器的 不是表示 你到他跟前去给他念念 归佛 归法 归僧 念几声就好了 让他接触一个佛的姻缘 这就是解缘的方法 这一切众生 特别海珠的 你走那河边 海边 你念呢 念完了 他就得到这种智慧了 他就得到 你别因为他不懂 这叫众善根 明白不 他是不懂 他这能懂的 他不懂 但是因缘时候 这就是有因缘 到他成熟的时候 你给他念一念呢 他要再来生 或者他又业障消失完了 又转到人道了 他这个善根就发现了 他要亲近三毛 这个问题啊 每位道友 不要把他小看了 祝福在阴地当中 都是这样做的 这样做的 因此啊 有大家行菩萨道的时候 把这十天所学的 像我们简直欢喜的菩萨 这个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离这还太远 学菩萨所能做的 欢喜地菩萨 灯地的事情 我们做不到 但是他度众生平等的 我们对一些众生 就像给他说说法 给他回向回向 特别是会念往生咒的 看到那白骨啊 看着什么暴露出来的啊 我说哪就死人了 跟你毫没关系 你给他念个往生咒 解缘嘛 这都叫解缘 这个善根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道理大家能做得到 能做到 那就说 大家在这儿的十天 没有白学 白学 一者数之十 十者十之中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就是十个 十天不少了 十天不少了 十亚摩尼佛当初 只听见一个 五十三佛的名字 有这个善根 一直到成佛 就是这个善根种下来 那你给别人念的佛的名号 一佛即是即多佛 念个阿弥陀佛 大家常念的 说见到什么动物 都给他念上阿弥陀佛 让他种个三根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哇 哇 谢谢大家